小童玩具 哇小朋友们 迷你特工队和汪汪队人偶 过传送门竟然变成了 咖宝弹神 我们一起来看看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咖宝弹神是 白色黑色还有蓝色的 这个配色很酷嘛 我们看看它变形之后 会是什么样子呢 据说它们落地就会变形 那我们来试试 3 2 1 哇塞变形成功了 它看起来像一只美洲豹 又像一辆大的摩托车 它的名字叫米拉风 这也太帅了吧 米拉风冲击波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只 这个颜色配色 黑色银色 还有黄色 还有一点点的蓝色 不知道它变形之后 会是什么样子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倒计时 3 2 1 变形成功了 它是蛇颈龙帕尼虹 我是帕尼虹 我比看起来力气还要大哦 抱歉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个 是蓝色和金色 还有白色的配色 好期待它变形之后的样子呀 哇塞 让我们看看它侧面的样子 感觉它的肚子好圆呀 它就是迅猛龙 猎达轰 接着我们来看第四个 这个配色就很有未来的科技感嘛 走 变形看看 天哪 它变形之后的样子好可爱呀 原来它叫万龙八旗虹 我是八旗虹 这是第五个咖宝诞神 好期待呀 这个配色感觉看起来 有点有毒呀 反正就让人感觉怪害怕的 不知道它变形之后会是什么样子呢 变形成功啦 它就是剑龙 苏达轰 我是苏达轰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卡宝单神的变形蛋了 让我们一起来变形看看吧 打头扭过来 不要害羞嘛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它的名字是什么吗 它就是三角龙 大力轰 我是大力轰 小朋友们 今天的玩具就玩到这里啦 喜欢我们的视频 不要忘记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啦